饶和夜市呢是台北夜市的一级战区 想要吸引顾客一定要有真功夫 那么一位云林北上打拼的青年级女生 她却有办法在短短几个月卖出好成绩 她自创的口袋吐司获得了年轻族群的喜爱 而所谓的口袋吐司呢 就是把这个吐司里哦 那么裹上了这个特条的起司 炸到了金黄酥脆 再撕开一个洞 这里头呢装填各种的馅料 就连珍珠粉圆也可以放进口袋里 创意的吃法让她在竞争激烈的夜市当中 杀出红盘 很难想象哦 当初呢摆摊的时候 她却连固定的摊位都租不到 每天流浪 不过她一心想要原创业梦想 就算放掉了收入优渥的大公司职务 也在所不惜 炸得酥脆的金黄吐司 热腾腾的撕开一个洞 放进各种馅料 这就是饶河夜市现点现做的排队美食 口袋吐司 吐司刚放起来会比较烫 舍舍小心哦 好 谢谢 拜拜 很好吃啊 就脆脆的 然后里面甜甜的 口袋吐司里有甜有咸 还有珍珠粉圆 你也要一个这样的啊 谢谢啊 什么口感 就酥酥脆脆的 然后蛮香的 也是我们遇到这个奶油的味道吧 对啊 像珍珠奶茶进去吃到的 对啊 它不好吃的 像我常常会出一些新的口味啊 不要都吃到我喜欢吃什么 你喜欢喝珍珠奶茶 我喜欢喝这支奶茶 所以把我喜欢的东西 放在里面 吃看看 就把我喜欢吃的东西 放在口袋里面 所以那时候才会命到口袋进去吃 把喜欢吃的东西放进口袋 有着小女生可爱想法的 是青年级后段班的年轻老板 许天心 去年底才加入夜市一级战区 不到一年的时间 竟然已经卖出好成绩 经常炸吐司炸到手都抬不起来 我曾经一天吃到像是大近六百份 六百份啊 对 那天比较早啊 那是好像廉价的过 廉价时间啊 然后冬天啊 那是做了六百份啊 吃到手真的是 真的不行啊 隔天只能休息了 隔天真的只能休息 许多顾客第一次看到口袋吐司 都误以为是南部小吃棺材板 其实棺材板还真的是 许文新最初的灵感来源 说真的大家都说它长得像棺材板 对其实也是啦 因为我本来喜欢吃 我本来就喜欢吃面包类的东西 而且我喜欢吃油炸的 可是我一直觉得台南那种棺材板 其实是比较油腻的 把油腻干上去 因为它里面不吃油 但是表面油炸的地方 还是会有油啊 这位南部北上打听的小女生 改良家乡知名的小吃 在花半年的时间研发馅料 光是吐司 前前后后就试了30种配方 吃到亲友团都很怕 就是先沾附上一个特调的酱料 然后它先把吐司整个包覆住 然后包覆住以后就会开始油炸 油炸把它就是整个完整的 吐司锁在里面 它锁炸好以后还不能使用 我们必须要经过一次 还是要让它先回去冰箱 再睡一个晚上 让它做一个收成的造作 让它把水级全部锁在我们的吐司里面 那隔天要来营业的时候 我们可以就是个人点 我们才限点限做 那时候就是每天在买吐司进来炸 那时候炸大片 它一直炸一直炸一直炸 炸到妈妈都不愿意帮我吃 然后我从云林这样子炸 然后QQ啊表哥啊表姐啊外婆啊 全部都要帮我试一轮 然后大家就说可以啊 可是好像比较油腻的什么之类 大家就会讲 黄金吐司裹上cheese和特调配方 一共三种粉下去炸 下锅的时间正反两面各30秒 一秒不差也是经过反复运算 经过多次的测试啊 其实有一些秒就是会处理 每一面整个炸30秒 超过30秒它会过去 太多了其实对 牙齿比较大或者牙齿比较不好的一个观众 他们可能在吃的时候就没那么 没那么口感没那么好会太硬了 所以就是我都会限定自己 只能炸它30秒 怕各炸30秒 里面各炸30秒这样 许文鑫对食物的细节讲究到几乎有点职业病 其实也算是职业病 因为到夜市摆摊之前 他在知名企业负责烘培食品的开发与行销 收入相当不错 但是他却一心想在30岁以前 议员创业梦想 于是辞掉稳定工作 一个人跑到夜市摆摊 就觉得怎么好好的工作很不错 然后挂了一个就是大公司的一个开头 然后工作都那么稳定 然后是一个有家获利的一个公司 然后的一个正常的办公室 升冷器不错 坐在这边晒太阳 然后要推飞车 背头过程一站这样子 那下雨天你还是得出来 那是这样的 我说就是想要永永 然后我真的是希望 我的梦想是妈妈在支持你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有梦最美 然后去主梦踏实之类的 那妈妈最后也是听进去的 哈啰 你好 刚开始没有固定摊位 好几个月都是哪里有空位 就哪里摆的流动摊贩 因为我们新进的那个商家 所以我们是住不到 很难住到位置的 因为这个其实是公有地 他们是有一个使用权的证 那每个摊位 每个店家 他们都有那个使用证 他们才可以使用这个地方 然后他们可能今天休息 今天休息我才能去问问看有没有 我刚进来的时候 甚至于我是印了一堆名片 每一摊都发名片 定名片 请他们说如果有休息的时候 可以联络我 不管在哪里我都会过来摆 然后这时候诚信就很重要 因为这边很忌讳就说 你答应我要来摆 可是结果你当天下雨我没有过去了 不行这时候只要我承诺过说我会出来摆 那一天就是包台放过也会出来摆 对我那天就算带怎样的天灾 我都还是会出来摆 因为是我答应人家的 我一定会付摊租给他 然后就是算是一族型的 我一定会付摊租给店家 然后自己一定会出来摆 然后让人家知道说我的诚信 其实这样一个动作 其实我持续了三个月 个头娇小的一个女生 能顾一个摊子 想吃力 前几个月根本都没有生意 我每天卖不到10个 有 有 我那天做300块 做300块 300块 那天才下雨天 礼拜二的下雨天 你住的是礼拜二的下雨天 礼拜二的下雨天 真的 真的很惨 我还有一天要坚持的时候 就是要坚持的时候 还好天性乐观 许文心说他没掉过一滴眼泪 而是不断调整馅料 不断请客人试吃 有时试吃的成本 都比当天营业的收入还要高 但是试着试着 第四个月终于试出名气 我学是一个明太子 一个鲑鱼玉米嘛 好 如今创意吐司冲出排队人气 还经常有观光客抢着拍照 每次这个切开的时候啊 外国观光客啊 都会发出筋骨的门头 哇 听得我是觉得蛮开心的啦 从夜市起步 未来希望拥有一家自己的店面 口袋吐司装成了美味 也装成了一个女生的甜蜜梦想